一輛正在加油的小轎車突然起火燒了起來 而且一度還延燒到旁邊的加油機 當時加油站的底下 儲存了有將近300噸汽油的這個油槽 万一發生了爆炸真的是不堪設想 玄學火光從白色小轎車車頭竄出 火勢迅速蔓延 雖然加油站人員立刻就拿出乾粉滅火器 企圖將火撲滅 但大火還是延燒到一旁的加油機 如果是這個油箱給人爆炸 是不是會引起地下的油管爆炸 地下當時存儲這個油量是300多噸 魚介要站下方還有儲存大量汽油和柴油的油槽管線 如果發生爆炸恐怕將波及附近的休息站 現場上百輛車及數百名遊客也都難逃一劫 情況相當危急 高速交警決定推走自然車輛 不過由於自然汽車是自動擋車 任憑怎麼推都無法挪動 警方使出千方百計還是無法控制火勢 最後眾人只好用水管接水和滅火器同時使用 花了近20分鐘的時間才將大火順利撲滅 目前車子自然起火的原因警方還在調查當中 記者綜合報導